這是史上最綠 史上最爛的名單 高達九成 全部都是綠營背景的 院長的提名人 陳菊市長 在你的市長任內 有多少個案子被監察院調查 我們不是橡皮圖章 我們不出來才是踐踏國會議員的尊嚴 我們今天的訴求 非常的簡單明瞭 就是拒絕仇用 拒絕總統 撤換成局 這樣的名單傳出來幾個禮拜了 但是 我們看到 蔡英文總統依然堅決要提名 這個充滿又綠又爛的名單 這是史上最綠 史上最爛的名單 高達九成 全部都是綠營背景的 這樣子的名單 要叫國人怎麼接受 院長的提名人 陳菊市長 陳菊秘書長 在你的市長任內 有多少個案子被監察院調查 有些還沒有調查完畢 然後還可以辯稱 那不是針對你個人 難道過去你沒有擔任市長嗎 這些都是你市長任內的案子 你不用負責嗎 偉大的蔡總統 你可以提名這樣子的人來擔任院長 還拋出要廢考間的幌子 廢考間是民進黨長期的主張 我們都知道 但是這個長期的主張 顯然只是一個遮羞部 為了遮羞這些見不得人的名單 所以拋出所謂的廢考間的修憲議題 轉移焦點 讓大家開始來討論廢考間與否 如果今天民進黨真的有心要廢考間 有良心要來思考憲政議題的話 請你撤外名單 我們今天是為人民出來拒絕這個名單 我們絕對要替人民 捍衛這個最起碼的憲政制度的公平公正跟公益 我們不出來才是踐踏國會議員的尊嚴 我們不是橡皮圖章 今天誰去捍衛這個史上最爛的名單 才是在踐踏國會議員的尊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